每天科技新鲜事就在科技拉报 这是半壶联合优酷科技推出的早间资讯栏目 来看看今天的焦点有哪些值得关注吧 最新报道中披露 新阿凤的背部logo做了调整 位置从以往的中间靠上改为整体居中 这番调整其实并非出于美学考虑 而是功能角度 新阿凤几乎确定要支持反向无线充电技术 新阿凤几乎确定要支持反向无线充电技术 新logo的位置可以帮助用户判定有效的充电感应位置 方便放置Apple Watch、AirPods等 华为推出华为最新一代旗舰芯片麒麟990系列 包括麒麟990和麒麟9905G两款芯片 麒麟990系列采用业界最先进的7nmEUV工艺制程 首次将5G Modern集成到SOSI芯片中 有运营商曝光了 要求商家关闭其他外卖平台店铺 强制二选一 商家为按照美团要求关闭配送区域 竟被设定在水库里 美团客服回应 具体需要联系当地的业务经理 微博网友吐槽5G耗电时称 手机充满电打了三个电话 断WiFi挂5G信号90分钟 剩余86%电量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在连续的5G信号环境下 5G手机的使用时长仅有4G手机的三分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